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相关的一些业者能够到现场来看看已经有做的人 他们的成功经验或者是有一些经验的分享 那我想智慧科技农业至少对于农民的这样的一个省工 那我想是有非常具体的帮忙 因为它可以透过云端 那能够监控那整个所有的你养的或种的东西的状况 那另外画面是你可以透过大数据 能够让你所种的或是养的 那得到合理的对待跟合理的处理 然后让它的产量跟整个所有的这些成功率会提高 那损害率会降低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水稻的部分 水稻是嘉义县最大面积的一个作物 那透过这个水稻整个水位的监测跟种植的技术的分享 那我想对于我们广大的农民来讲 那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那看起来这个整个水位的监测 那相关的灌水的这种自动化的这种云端控制 那整个这个部分的系统设计 那价格不高 所以县政府这边在做所有的这些智慧科技农业的补助 那我们农业处会就这个部分 如果整个技术成熟 那我们就会来做相关的补助方案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智慧科技的成果 能够让更多人分享 推动地区统集的咖啡市稍加快 这一新闻中来信 破主持彩虹报答 再讲吃喝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暗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